修了 对不对 原来郭台铭或是一些富豪 他是修了很多的善业 他变富豪了 那我只要修的跟他一样 那我也怎么样 那我也变富豪了 富豪也没有什么难的 富豪有没有难 富豪其实不难 成佛都不会很难 富豪很难 所以你知道果从因生的道理 笨也没关系 笨是不是 笨是不是问题 笨的问题是笨的人还在那边自怨自哀 躺在那个 坐在地上了不起来 看有没有人来牵我 这样 没有人会理你啦 谁理你 我 我上课很忙 好 所以呢 知道 这个因果的道理你注意给他看 十二缘起也是三四两重因果 四圣地也是三四两重因果 这边也有 这边 你看佛法的核心 缘起跟什么 因果 其实缘起就是因果 因果就是缘起 因果就是四圣地 因果 所以佛法实在是太简单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佛为什么要把因果讲得那么难 又讲成四个又讲成十二个 他如果要讲详细一点就跟你讲四个 如果你想要更详细一点我就跟你讲几个 十二个 因为不同的根气啊 那以前的人立根 听两个他就懂了 有因果你知道 我知道我赶快去修行了 现在人不行 你要一讲 再讲 三讲 四讲 五讲 好啦 勉强呢 既然讲了 老师讲了 我只好去修行 现在人顿根还是立根 现在人比较顿根 好 好 那 这个是二圣 好 那 二圣刚才提到 缘起果从因生世代理成 那个世代理成是什么呢 那个理就是缘起的道理 缘起的道理在四项上 所有的四项都不理这个道理 叫世代理成 所以理是一 四项是多啊 好 那第三个呢 有依空力 这个有依空力 缘起有必尽空 因缘合合有 但是呢 其实呢 他没有一个实有 没有一个很有 比如说很笨的人 好我现在很笨 他他会不会永远很笨 不会 这个有呢 其实呢 他是信空的 你的苦也是信空的 你的福也是信空的 因为因缘合合 你有修福 所以你有福报 其实他不是实有 也不是很有 不会永远都是福报好 也不会永远都是笨的 好 那是因缘合合而有的 所以站在缘起立上 这个有是依空而立 你如果能够体悟到必尽空性 在缘起有当中 体悟到他的无常无我 体悟到他的无常性 体悟到他的无我性 体悟到他的必尽空性 你就能够去向你极灭涅槃 好 这是讲到缘起 那第三个的修正法门 我们讲到菩萨了 这菩萨呢 就是这边所说的 本书主要是宣扬大圣佛教 那在我们的 汉传佛教 中国的话区呢 我们主要弘扬的呢 也是大圣佛法 我们绝对不是只有 治疗和自己解脱而已 我们要自立 我们要立他 那 如何自立立他呢 他要修行的法门呢 这边有提到 要修六度 四色万恨 好 那六度呢 他这边提到说 成熟自有情 我们要自立立他的圆满 你自立要圆满 要修福跟修慧 你要修福 你要修慧 福慧的圆满 才能够成佛 自立圆满 立他圆满 立他圆满 立他圆满要修什么呢 成熟他有情 要修什么呢 四色 那这个成熟自有情 成熟他有情 自立 立他的圆满 那你就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那这里呢 提到了 菩萨呢 要修六度四色 总挂的说 简略的说 概要的说 这六个呢 布施慈戒忍辱 精进禅定智慧 你要修布施 无量的布施 无量的慈戒 无量的忍辱 无量的精进 无量的禅定 无量的般若 那 大略给他归类一下呢 你看喔 这边有自立立他 这边也有偏重说的自立立他 布施慈戒忍辱呢 这三个我们说 这三个叫做什么 施戒忍 叫做什么呢 施戒 施戒定 如果施 布施慈戒再加上禅定的话 这三个呢 就三福叶 那但是在六度当中 他的配法有多种 那 那这里呢 他提到布施慈戒忍辱呢 这是立他的福德道 我们要福慧圆满 福慧两族尊嘛 那 禅定跟般若 定跟慧呢 这是自立的智慧道 那精进呢 是通福德跟智慧 也就是说 你修福德道 也要精进 你通 修智慧道的子观呢 你也要精进 所以这个精进是怎么样 通二道 好 这是修六度 那六度当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 六个当中 眼睛是谁 五度如莽嘛 波若为岛嘛 所以最重要的是谁 最重要的是波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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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五度如莽波若为岛 那当然 这几个基本上都要等时的去修学 那我们在修六度的时候 他这边有提到说 菩萨在修六度 要依三心修六度 那三心是什么心呢 三心两意 不是那个三心 是什么呢 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菩提心 大悲心 般若的无所得的空会 为方便 这三种心去修 这个六度 一三心修六度 一六度圆满这个三心 去圆满什么呢 去圆满你的大悲心 去圆满你的菩提心 去圆满你的无所得的信空智慧 有些人为什么说 他的修行 他没有办法产生动力去修习 修学佛法 就是他的发心 没有正确 你的发心 你的发心如果说 就好像父母亲一样 一家人都要靠他 没有 这一家人十几口都要靠他 十几个人都嗷嗷待哺 那个父亲跟母亲 会不会精进的去赚钱 那我们是当那个父母亲还是我们当嗷嗷待哺的 如果你的发心是像父母亲一样 发的是什么呢 发的是菩提心 我要去利益众生 你就会勇猛的去 就像父母亲去赚钱 如果你发的是跟菩萨一样 那你就会勇猛的去赚钱 赚什么钱 世间人赚的是钱财 修行人赚的是功德法财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动力 他等着嗷嗷待哺 所以我们发心 既然要修行嘛 发小心也是 也是心 发大心也是心 干脆怎么样 一不做二不休 发大一点嘛 对不对 扭扭捏捏的这样 这闽南话说 干脆不是要斗就好 对 跟他怎么样 拼了 对 不杀生 不偷盗不赌 赌没有啦 好 那这个三心呢 我们这边有提到 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手 空会是方便 其实这菩提心是很重要 菩提心有怨菩提心 行菩提心 那个怨菩提心是什么 就是刚才所讲的发愿 发愿其实很重要 其实我在修学佛法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靠这个发心而活下去的 为什么呢 那比如说我们上课 那众生呢 希望你讲详细一点 还是打混摸鱼这样混过去 详细一点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要好好怎么样 我们就要好好准备 我们就要好好准备 为了众生而来宣扬佛法 那一种心呢 就会广大 其实我自己懂 懂就好了 其实写那么多干什么 写那么多会不会累 还蛮累人的 咖啡还多喝了好几杯 被卖咖啡的赚了不少 好 好 这个菩萨呢 他修的是六度 还有第二个是四色 四色呢 是成熟他有情 赐利利他的圆满 四色呢 是布施爱于力行同事 你看 布施想到的是众生 爱于呢 爱于要跟谁爱于 那也是众生嘛 那爱于是什么 是甜言蜜语吗 不是 爱于是什么呢 爱于是佛语 是正语 这些是爱于 能够让他能够 向于佛道的语言 不是奇语喔 不是恶口喔 不是两舌喔 利行 你看喔 利他 同事 同事呢 他要做什么 我们跟他一起 你害怕 我跟你一起做 好 这是成熟自有情 成熟他有情 那另外呢 菩萨呢 除了这个修六度 修四色 修万恨 还有呢 在菩萨里面呢 很重要的就是修菩萨戒 好 那这个菩萨戒呢 就是色律仪戒 色善法戒 饶以有情戒 这绿仪戒呢 就是 比如说 我们说五戒 五种学处 就是 绿仪 那比丘呢 也有两百五十戒 比丘尼戒 这些都绿仪戒 色利于戒 色善法戒 色利于戒 色善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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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行善 最重要的是这个 饶以有情戒 利他 其实 佛法学习的要目呢 就是什么呢 执二 行善 利他 那以佛说法的一个本怀呢 主要是这个利他 那这是提到了 我们第二章 佛陀教导的修正法 法门当中 他的修正 那这个修正呢 我们如果说 把它再扩大一点 信解行正 那个行呢 修呢 就是行 信 我们要有正性 正性呢 我们说要信实德能嘛 那个德是什么 三宝的清净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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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法 还有什么呢 神 有正性 有正性呢 性解行正 有正性 你就有那个善法欲 性为欲欲 欲为情依 所以那个正性也是很重要 我们就因为没有正性 所以呢 没有善法欲 也不会精净 越有正性的人 他正性什么呢 正性 世地 正性 缘起 正性因果 正性三法印 他知道说 如是因如是果 一定要透过这个管道 要透过这个方法去修行 唯有这样的方法 才能够让我们得到 现世乐 来世乐 今生 得到 这个 真上乐 能得到决定圣 能够得到解脱 能够去向于无上阿牛多罗三秒三菩提 好 所以 在这个 教徒当中呢 这都是属于圣者 我们 我们早上有提到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我们要离苦得乐 我们要解脱轮回 我们要得到智慧 我们要断除烦恼 我们要转迷成物 我们要转凡怎么样 入圣 转凡入 这是三类的圣者 所以这三个叫做什么呢 三圣 三圣 我们也是圣 我们也是圣 我们是圣下的圣 这个圣呢 这三个是圣 三类的圣者 那我请问一下 你们要以哪一个为目标 菩萨 菩萨 所以你们看起来眼高 眼也蛮高的嘛 但眼高我没有说你们手低啊 好 佛说法的本怀是这一个 所以那个释迦摩尼佛的前身呢 我们说他叫做释迦什么呢 释迦菩萨 比如说金刚经里面呢 他在过去生当中呢 当什么 他当什么 忍辱先人 他节节怎么样 知节 他有没有生气 没有 所以我们要学他 如果有人给你节节 知节的话 那就要修哪一个菠萝蜜 忍辱菠萝蜜 我看不要人家给你们节节知节 骂个两句就受不了了 骂个两句就怎么样 就key down 就跳起来了 要真正去把佛法内化到内心 内化到内心之后把它实践出来 这才是佛法 不然的话这些都是佛学 实践出来叫做什么呢 学佛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本来要信解行政嘛 那个信解三宝 了解之后呢 我们去实践 那 这个释迦摩尼佛呢 他其实他也累积了无量 无量节 三大阿僧奇节 累积了很多的福报跟智慧 方便跟善巧的度化众生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在 呃 这个 教义上面呢 好 他讲到了 三文圆觉菩萨的 四圣地 圆起 六度 四色之外呢 在第四项 他讲到佛法的核心 你看佛法的核心 还是离不开 离不开这边的基础的圆起啦 四圣地啦 因果啦 三法印啦 一时相印 那 三法印呢 他是 诸行 无常 诸法 无我 跟涅槃极境 其实这三法印呢 他是 检验是不是佛法 就用三法印去检验 那我们所说的法 所实践的 这些生口义呢 有没有符合于 诸行 无常 诸法 无我 那 这个 他是 三法印呢 他是一个 佛法的一个核心 那另外呢 还有佛法的叛色 佛法的叛色呢 他这边有提到了两项 就是天台的五十八教 还有弦守的三十五教 佛法的叛色 除了这边的叛色之外呢 比如说大圣佛法 也有讲到大圣三系 中观为世如来障 其实在佛典的说明 他非常有体系 非常有赤地 他结构也完整 现在的人 其实如果没有把佛法 学好的话 其实很对不起一个人 哪一位你知道吗 很对不起这位 释迦摩尼佛 对不起 有四个翻译家 其实最重要的 你对不起一个人 对不起你自己 在佛教里面讲 在经典里面讲 佛法难闻 人生难得 人生难得 在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说 它有盲鬼伏木的故事 还有针线的故事 针线 不是那个针线琴 针线的故事是那个 一个在须弥山上面拿线 一个在须弥山下面拿针 就好像一个在玉山上面拿线 一个在玉山下面拿针 那个线就从玉山上面丢下来 山下那个拿针的 线刚好这样穿过针 得到人生是这么困难 你们对得起你们自己吗 你们有好好学习佛法吗 没有我是在问我自己 我常常是问我自己 因为你不要认为说 你这辈子得到人生了 你下一辈子还会得到人生 我自己都没有把握 失去人生 你要再得到人生 那难啊 非常难 何况说 尤其在座的出家中 不只得到人生 听闻佛法还怎么样 还出家 那实在是太殊胜了 所以呢 要把握这样的因缘 好好的精进 这精进呢 致力 还贺丹什么 贺丹如来佳业 你不要那个如来佳业都是 叫谁贺丹 十大弟子 五大菩萨 你也分摊一下好不好 而且有时候我们还成为 十大弟子 五大菩萨的什么 负丹啊 奇怪我今天下午怎么讲课那么重 好像义有所指 好 那 我们第三章讲完之后呢 其实第四章 第四章 五大菩萨 第三章 常随佛学的十大弟子 这十大弟子呢 各个呢 他其实呢 对佛法 他都有一个很深的体悟 比如说那个第一个呢 是什么呢 第一位呢 是 社利佛 他是智慧第一 那这两位应该是一起说了 他们两位 木剑萨是神童第一 这两位叫做什么呢 这两位呢 他是在佛陀的左右 一开始是这两位 最早呢 他就是 这两位弟子 这两位弟子是 双贤弟子 上手弟子 那他们两位呢 也是比佛还要 这个 找灭度 那这个 第一位呢 摄利佛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在生团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呢 都靠那个摄利佛 譬如说 当时那个提婆达多 有没有 提婆达多 他不是 那个 他想要自立生团为佛嘛 就把那个 很多比丘 带走 谁去带回来呢 这个摄利佛 这个摄利佛 所以摄利佛呢 这个 他对生团的 他的一个 贡献呢 很大 然后呢 他对家人 也是一样 他家呢 因为摄利佛的关系 他总共有六个阿罗汉 再加上他 一个总共有七个阿罗汉 那他要在临终之前 入灭之前呢 他 这个回家 他因为他妈妈 不信佛嘛 那最后呢 他回去以后呢 他也度化这个妈妈 后来震到这个出国 好 这是讲到了 这个摄利佛 那摄利佛呢 在很多的那个 大圣佛典当中呢 我们也会提到这一位 摄利佛 他是 很多佛典的 他的一个 当机众 摄利佛 那穆建连呢 穆建连是神通第一 那他有名的就是 这个穆连旧母 那还有呢 第三个呢 是大家设 这大家设 他是妥妥第一 刚才提到说 佛妥呢 分伴做给他的 就是这个大家设 那佛 这个 入灭盘的时候 第一次结集呢 那个召集人就是 那个召集人就是 大家设 那刚才也提到说 他是什么根性 他是圆绝根性 那 在佛的地址当中 主要是身文根性的 那他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 他也提到说 佛不出事 我也要成正觉 那从佛典 从佛典这样看 其实 那个 释迦摩尼佛在管理生团的时候 也发现说 其实生团也不好管理 也不是每一个 人都听他的 包括十大弟子也一样 那那个 大家设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他修苦行 那年纪大了以后呢 释迦摩尼佛就跟他讲说 哎呀 迦摩尼佛年纪那么大了 参丰露树的 那住在这个树下坐啦等等 你还是回到生团吧 那大家设 有没有接受佛的劝导呢 也没有 那但是呢 他就是坚持这个苦行 那刚才提到说 第一次结己 佛灭的第一个夏天呢 就经典结己 迦摄尊者是召集人 但是呢 我们 上一节课有提到说 部派的分裂分成上桌部跟大众部 上桌部是保守派 大众部是 开放派 那 佳瑟尊者他是保守派还是开放派呢 他是保守派 所以他很多的 尤其在戒律方面呢 他都以最高的标准 严格的标准 来定定 那 因为对戒律佛地址的不同呢 那后来呢就产生部派分裂 那他第一次结己的时候 他跟谁呢 意见有点不太一样呢 他跟富罗纳 对戒律的 他的理解 这我们后面会解说他的誓言 那看法不一样 一个保守 一个开放 一个可能比较宽松一点 一个比较严格 请问一下你们比较喜欢 规矩比较严格还是比较宽松 你可以先回答我 我先问 你们喜欢严格还是比较喜欢宽松 有人回答的一个问题很好 注意 一般团体里面都有三种人 严格的 宽松的 然后还有一个中间路线 我不要太严格也不要太松 但是严格上其实是两种 他不是偏严格就是偏宽松的 那我请问一下 那我请问一下